第六十四届马华代表大会 是马华面对来届大选前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特别推出了战战战的口号 连主持代表大会开幕的首相兼国政主席 拿都斯里纳吉也对马华光目相看 讨论马华总会长都斯里廖钟来进行总结时 促勤马华党员要以党对候选人的最终决定为立场 凡是不配合党中央对候选人的决定 或是抽后腿的党员将会马上面对几率行动 你们知道什么吗 党的几率 党的几率不严 这个党不会强 一个党有原力的几率 这个党就会团结就会强大 所以我要在这里强调 国法无情 党己无私 我们没有 我不会因为你是过去支持我 我会对党的几率网开一面 不会 你抽后腿 你就会有被党几率委员会采取行动 这个是我给严厉的警告 任何党员 不管你是不是有自卫的没自卫的有没有七位主席不是不是党中央领袖也好 一旦在这一次的大选抽后腿 马上采取几率行动 马上 不会等到以前是要等到过了大选后才来采取行动 太慢了各位 大选过后已经过了 不会 现在我们要非常严厉的党几率行动 另一方面 马华主理总会长杜斯里魏家祥在总结时 促进马华所有区会要马上做好大选备战工作 大选 这个比较严肃的课题 刚才很多人说 总会长说KBI 今天我求求大家 这个选举已经真的到来了 我们不可以再等了 没有injury time了 也不可以加时了各位 这个时候再不做 我看你慢慢等到五年有机会做的话继续做 没有机会了 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根据这个KBI 这个KBI是要我们做得更加全面 今天如果你的BDM都还没有形成 或者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大选来的时候 你一定是手忙脚乱 所以今天恳求大家 接着下来 我们会叫更多的中央领袖拿出藤边 追大家 工作要做 马华的影响力不单单 只是在85个马华有竞选的选区 包括一些有党竞选的选区 我们要展示马华的这个实力 我们整个华州 这个政党才会受到尊重各位 所以这个时候火力全开 面对这一场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这个选举我们必胜 炮新闻马华代表大会采访小组报导 大阳 下注 中文靖